两名泰国变性人来台从事性交易遭警方查获 记者肖亚娟翻社分享 来自泰国的变性人米兰日前遭台北万华警方在汉口接一家旅馆查获卖淫 警方调查身材阿云罗多姿的他多次用观光名义来台 却映照站旗下工作 台湾恩公很多生意络绎不绝累积交易超过100次 万华警方日前网络巡逻 发现映照站业者网络论坛 手机通讯软体刊登联系讯息 与南克将约在西门丁一处旅馆从事交易 跟监后锁定对象 在旅馆10楼埋伏当成姓员工送便当之际 持搜索票上前逮人 并从邻近的4间房内查获4名泰国籍映照站女子 警方将人带回派出所发现 4名女子中其中两人尽是变性人 分别为25岁26岁性器官皆已移除 其中一名花米米兰的女子脸蛋美艳 身材鲜瘦小好比女人还要妇媚 由女警搜身后差到十多万的交易现金 长相清纯的25岁米兰向警方公称 因泰国还有家人需要抚养缺钱养家才多次来台 与应照站合作从事性交易 每次交易约4000元抽取1500元 米兰还说恩客很多 生意络绎不绝 性交易超过100人 万华分局表示 此案动员汉中桂林东员西员武昌举光锁等6个单位警力 查获应照站成请员工和4名泰国及女子 全案分别以防害风化罪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等相关罪嫌疑送法办 并后送移民署收容 万华破获应照站逮捕泰国及女子 记者肖亚娟翻社分享 泰国变性人米兰的生活照 记者肖亚娟翻社分享